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中國各地的房價不斷下跌 光江蘇一個省啊 全省跌了20%左右 那在自由經濟下 房價跌象徵著什麼? 經濟不好 那經濟不好跌了 你也買不起 為什麼? 因為你薪水也跌了 但物價不會跌 這種基本的嘗試我這邊就不再贅述了 而現在連中國首都最大的勞務市場啊 零工市場一天12個小時 日薪從260塊到280塊人民幣之間 跌到一天12個小時 日薪剩下160到180人民幣 那也就是你一天工作12個小時 操班4個小時 還只能拿到690到790台幣而已 那我們換算一下 他們一個小時的實行是多少呢? 13到15塊錢人民幣 也就是56到64塊錢 台幣一個小時 這不曉得是台灣十幾二十年前的最低實行吧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再來對比一下台灣的數據 要超級快12個小時160都小亮 那一個人點三人十的話 連喝水的時間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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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你十分 一分鐘走個連回都不夠 就算有花 這事炒這會兒 就算有花 讓你去幹一天回來再炒三天 天津的人跟河北的人都跑到北京馬匹橋 來招有點 天有時候吃一餐 我們可以看到影片最後的這位大叔 說一天六十塊他就可以去了 六十塊人民幣換算台幣多少 這個就不必多言了吼 大家換算一下就知道 OK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這種啊 在台灣最低時薪的標準的話 又給多少 當然啦 通常這種初工在台灣 也不可能用最低時薪 176去招對不對 因為太累了 你只給176塊肯定我不去嘛 我去這個超商 都比去這邊輕鬆 還有冷氣吹 對吧 但沒關係 我們就用台灣最差的 去算也超過他們很多 來算一下 176塊時薪乘以8個小時 等於1408塊台幣 那加上前兩個小時 超時加班費 176加上176乘以三分之一 等於234塊 那我們把234塊再乘以2 再加上 再次超班的加班費 兩個小時 176加176乘以三分之二 等於293 再把293乘以2 三個數據的加總 等於一天工作12個小時 可以賺到2462 而這個是按照台灣最低的服務業 薪水去算 但你各位可以看一下 中國首都底層啊多少 六百九到七百九的台幣 剛剛裡面有個工人說什麼呢 一個人當殺人用 三個人啊 確實啊 我們即便是抓他們最高的七百九 把他們乘以三 也才2370塊 台幣 還不足台灣一個領著最低時薪標準的人 所以真的是 三個中國人 一個台灣人用 當然啦 我認為 你錢賺的越多 賺一個月一百萬兩百萬一千萬一億 那個是靠自己的本事加上運氣 當然還有貴人嘛 你的才學你的知識 但不是每個人都那麼厲害 或是那麼好的運氣 又有這麼好的貴人 天時第一人和 所以政府要做的是什麼 保障基本的最低薪水 他跟物價是成一個 正比的 還有基本福利 起碼讓人有東山再起 或是再衝刺出發的機會 明顯在中國這個機會 是比其他已開發國家少的 當然 最重要的是什麼 台灣也有進步的空間 但千萬不要否認 中國是已開發國家 小心 乳華 那為什麼要特別挑中國說呢 因為中國說台灣又老又窮又破 所以我們要戳破他的謊言 而中國人民 是不能像我們這樣 其他媒體這樣在討論自己 國內的一些 所謂辱華的事情對吧 當 我們可以 但他們不行 所以 我來幫你們做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年北京最低的時薪 多塊錢人民幣一個小時呢 你以前差0.7你現在差10幾塊 然後你法定最低時薪 確實往上抬 這玩什麼我看不懂 雖然中國的薪資 持續惡化 但中共統計的數字卻顯示什麼呢 農民工的薪水 微幅上漲 中國農民工 人均月收 4615塊人民幣 比去年 增長了 4.1% 有沒有笑死人呢 你把剛剛 將北京農民工的日薪 160塊算進去 他們剛剛說了什麼 這個工作強度 做一要修三 太累了 給他算一個月做九天 也才1440塊人民幣 即便你是超人 月修八天 1660塊 乘以22 也才 3520塊 不知道中共 是怎麼把 農民工的平均收入定為 4615元的 所以可見什麼呢 中國的經濟 確實非常的慘 老闆工廠訂單數量不夠 房價下跌 爛尾樓越來越多 銀行壞帳也越來越多 今年也是中國地方政府 有史以來罕見的 租地賣地給建商開發商 財團的數量 大幅減少的年份 那連政府都沒有財政收入了對不對 中國政府 又跟央行把水 都放給國企 事業單位 或是公家單位 這幾個單位是沒有創造 還款能力的單位 那只會 以債養債 而民間企業也有美人照顧 又瘋狂的被打壓 福利呀 補助呀補貼呀都不給 以至於老闆賺不到錢 那老闆賺不到錢 員工自然 也賺不到錢 也不好受 所以給的薪水都遠遠低於標準時薪 當然啦 在中國經濟蓬勃的年代 從西元2000年開始 到2019年 這期間 中國確實欣欣向榮 但還是很多這個工廠 很多的這個企業給予 低於標準的薪水 那這個確實多數都是這個 所謂的資本家的問題 但現在是中國政府的問題 因為中國政府 他的各種脫鉤 他的各種 後面的政策 他的各種 一下往左一下往右的這個政策 讓很多人沒有信心 讓這個經濟越來越爛 那老闆賺不到錢 那員工自然也賺不到錢 所以現在的問題 並不是老闆壓榨 給予你低薪 而是老闆自己 也快受不了了 這三年中國政府 並沒有補貼給這些 民間企業的老闆 這些民間企業的老闆 好多都破產倒閉 當然啦 這也是老闆要負擔的風險責任 但這個問題是中國政府造成的 所以啊 別把中國的數據當作唯一標準 還必須看一下中國各地社會層面的真實情況 把這些都列入才能較為真實的還原中國現況 像是中共前幾天 開罰了螞蟻集團306億台幣的罰款 並說到結束監管 那螞蟻集團說什麼呢 誠懇接受 堅決服從 騰訊的財富通也被罰了將近129億台幣 在中國你生意做大了 中共黨員就會逼你 我要分一杯羹 我要入股 我要在這邊設黨支部 我要分 我這次到美國遇到一個曾經在中國做生意的人 後來也是中共黨員想入股或是控制他的企業 結果他不想 孩子被中共用這個車禍 給這樣 那孩子被這樣之後 中共官員就說 對就是我做的 但你沒有證據 他去信訪局上訪了 但都跟我們說的一樣啊 這是個擺設嘛 對吧 他還被解訪了 還被最後警告你再敢這樣 連你我都給做掉 最後為什麼他去了美國 因為中共黨員 又安排了一次 他孩子的劇情 擺在他身上 還好他大難不死 活了下來 最後才通過一些方法 逃去了美國 現在中國越來越多大企業 很愛加開什麼 愛黨愛國的會議對不對 每個禮拜都會騰一天出來 開這個愛黨愛國的會議 這些比重是越來越多了 這就是中國經濟不好的象徵嘛 你把這個開正式的會 這個顧客的會議呀 什麼專案報告的會議呀 把他減少一些拿來開這種 愛黨愛國的會議 你在幹嘛呢 正式不幹去開那些刑事主義 為什麼因為中國經濟不好 中共要更洗腦更控制這些企業 我們之前報導過很多次 中國汽車市場 惡性銷價競爭的事情 近日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 跟16家主流車商簽署什麼呢 汽車行業維護 公平市場秩序承諾書 結果不到兩天啊這個承諾書變成了 歷史條約 不承認了 所以台灣應該跟中國簽 和平協議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說什麼 我們不承認這個簽署的東西呀 你們價格可以隨便亂玩 簽什麼啊 當一群相似的產品 高價的產品 已經要惡性銷價競爭了 現在惡性銷價競爭多久 四五個月了 只能得出一個點 就是什麼 中國民間財力呀 中國民間的消費力 確實大不如錢的 而且 非常的誇張 所以你才要惡性的 銷價競爭 不然啦 你汽車產業的那些 銷售啊那些廠商啊 連基本的回本都賺不到 那會更慘 那影片的最後還是要說一下 我們社圖最新的衣服品牌 Ferity 就是我身上穿的這件啦 當然我們除了這件 還有另外三款 即將在明天晚上的九點開賣了 這次啊 海威的觀眾朋友 也可以直接從網站 下單購 那越早購買的觀眾朋友呢 我們送的周邊也越來越多 還有什麼帽子啊 還有其他的產品 這次啊 我走先去美國 也送了這些反共大B們 很多很多的衣服 我們這次衣服的料子 選擇非常好 也是Make in Taiwan 穿起來非常的舒適 比小粉紅穿的初步好多了 歡迎大家今天啊 去這個官方IG追蹤 那購買網站跟IG的連結 都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跟置頂留言處 那溫馨提醒大家 網站連結你們可以先儲存起來 下載起來 我只放到這個記事本 明天晚上九點 準時開放購買 好 那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下見啦 掰